第三百五十六集 奥峰飞快地思索着 如果能效仿云中城 建立一个国家 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代言 落星城 退居到隐士的位置 那就好办多了 在这片光芒大陆上 若要建立国家 划分领土来说 也唯有日不落森林 和死亡山林满足要求 日不落森林和落星城 连在一块 包裹住落星城 正好 当然 在日不落森林 建国并不是义士 光有这一座自由城 绝对不够 起码要建立十座城池 而且光平天节高手 未必镇得住 死亡山岭 对如今的自由城来说 还是一枚隐藏的炸弹 想要在这里建国 就只能快速地 把那儿攻下来 众人并不知道 奥峰的思绪 转了十万八千里 都已经正在规划着 自由联盟的未来了 仍然沉浸在 重逢的喜悦中 曾经被奥峰 救过一命的 女幻师白秦 给奥峰递上一杯美酒 眼中印着 黑凯青年俊逸的模样 翘脸微红 四年以后的他 已经十九岁了 不再是以前那个 十五岁的少年 全身上下 都散发着 令人难以抵挡的 成熟魅力 他拖着脑袋沉思的模样 能够迷死所有 看向他的女性生物 李洁 也笑着递给 同样英俊的 秦奥天一杯酒 这位应该就是 大统领的哥哥 大名鼎鼎的 秦奥天阁下了吧 秦奥天伸手接下 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脸雅眨眨眼睛惊叹 哇 比大统领还酷啊 众人笑声肆意 在这里 奥峰的身份不是秘密 他们从未将 奥峰的身份公开 一方面是希望 倚靠自己的力量 壮大发展 一方面 也是希望日后 万一遇到什么乱子 奥峰也可以来这里 避一避 不过现在的情形看来 第二种状况 是不太可能了 什么都好 可惜刘东那小子不在 有点扫兴啊 哎 莫南喝了两口酒 突然想到了被打伤的刘东 摇了摇头 甚是郁闷 刘东的伤势很严重吗 奥峰微微皱起了眉 他知道特殊火焰的烧伤 水系治愈患兽 无法治疗 他用红莲火造成的伤害 就会跟着那个炼气师一辈子 很严重 那小子现在还没醒过来呢 就是醒来 手脚估计也废了 看过刘东伤势的连城 摇摇头道 那火焰 已经将他手臂上的经脉 完全烧毁 跟截肢差不多 如果没有奇迹发生的话 怕是不行了 那个人下手这么狠 奥峰眼中掠过一抹寒光 不是看在我炼气老师的份上 我早把它烧成了一堆空气 这次他去参加炼气师大会 他是以断金弟子的名义去的 不想与炼气师工会闹得太僵 但真的欺负到他头上 以奥峰的性格也不会容忍 就没办法治疗了吗 按照常理来说 应该不行 不过那些炼气师 不是在寻找仙草芽吗 我看他们这么紧张 傍晚的时候 特意去打听了一下 素来精明的理解 放下手中杯子 神色凝重地说道 那仙草芽是在死亡山岭 身处的一个山芽 上面生长着各种灵物灵果 只有在这里混得久 年纪大的 才略微听过一些传说 其中一种这个世界里 结出的果实最为珍贵 名叫回天神果 据说有生死人 肉白骨之奇笑 其傲天 少有的开口接下去说道 不出意外 那些人十有八九 是奔着这种回天神果去的 我听小叔叔说 炼气师 时常有 萤火自焚的草案出现 他们应该会需要 这种果实 除此之外 很少有什么东西 能够吸引那帮 眼睛长在天上的炼气师 连城叹了口气道 唉 只不过 这个仙草芽十分难寻 看样子 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 我们这儿 更是一点头绪也没有啊 傲锋 蠢夺了一下说道 那好 我们明天出发 也去寻找一下这种灵果 这次 正好我要去死亡山岭中心办事 你们有兴趣的 可以跟着我和大哥 顺便再给你们 换点魔兽 一听说奥风 要带队冒险 哪里有人肯落下 纷纷举手叫嚣着 一定要跟随钱去 我们都去了 这里由谁助手啊 自由城出了事情 怎么办呀 莫难提醒这种人道 这里本来就是冒险者营地 周围有很多 强大的幻兽 不过近年来 科莫多神龙骑士 在这里保护 没有什么东西敢靠近 他们一走就难说了 这也好办 奥风想了想 一招手 荧光闪耀间 叫出了奔雷和四剑 奔雷现在是一名 黑发黑毛的帅哥了 而四剑 则是一名身材极为火爆的 金发金毛女郎 亚瑟斯还曾一度追求过他 不过因为同是猫科动物 奔雷又认识他比较久了 所以就让奔雷这个小子 占了便宜 抱走了美人 顺便吃了亚瑟斯 悲愤的挤拳头 用色情比萌的话来说 哎 现在屁股大的女人 不好找啊 这两只魔兽 如今那是相当的恩爱 奥风召唤的时候 都不忍将他们拆开 不知道哪天 会不会弄出个第三者来 见过主人 奔雷和四剑 同时恭敬地对奥风行礼道 不知主人叫我们出来 有何吩咐 两只幻兽 四处张望了一下 嗯 貌似这回没有架打呀 这里是日不落大森林里 你们这次的任务 是看守这片铸地 发现魔兽就赶走 有闹事的人就处理掉 一直到我们回来 你们可以住在这个城竹府里 也可以在驻地周围逛逛 奥风对两只幻兽 吩咐了一番 心里却在想着 有超神兽驻守 威压就可以使大部分魔兽 望而止步 以后每个森林城池 派遣一只超神兽看守着 保证万无一失 是主人 两兽应了声 就高高兴兴地去了 他们在无尽生命之界里 正闷得慌 能出来透口气 都是好的 大统领 那是超神兽呀 好帅 联雅眼里闪烁着小星星 超神兽 大多俊美妖异 五大三粗得很少 外貌上很符合人类的审美观 转过头 他又问道 话说回来 大统领 你现在是什么等级的强者了 宴席的桌子挡住了一半 大家也没看见 奥峰足下银文的全貌 他的实力 大家都好奇得很 奥峰却卖了个关子 酷酷地道 该你们知道的时候 就会知道的 第二天上午 奥峰便带着七十余名追随者 进入死亡山岭 阵容就如当初 进入死亡山岭时的差不多 不过这一回 他们的实力 显然上升了不止一个台阶 临行时 奥峰又给每个人 发放了一套 圣换器铠甲和利剑 这些 都是他在三年之中 炼制出的存货 很多 已经交给 骆兴城的镀金铁行 卖出去了 留下的品质 普遍不错 大约够装备 一百人左右 一下子 就发出去一大半 炼制换器的材料难寻 奥峰想要炼制顶级换器 也必须有顶级的材料才行 普通换器的材料 都不是很好寻找 存货自然也就不多了 哎呀呀呀 哎呀 哎呀 跟着大统领 有换器用 有神兽起 嘿嘿嘿嘿 莫南拿着新得到的换器大剑 威风凛凛的挥舞两下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